另外就是大家近期的焦点2269 Catherine想问一下 转世还是反弹 是什么位置可以买入呢? 上网是什么位置 这就没有例子了 是 这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因为它也是一种与大市比较关联性大一点的股份 当然之前涉及一些政策政治上的忧虑 如果你说是否转世还是反弹 有一些比较我会用的量度方法 就是首先譬如刚才那个下降轨 还有就是究竟这里做了一个横行区间是否有突破 这个就是我的取态就是这样 反而之前我永远不会追求在最低位置入 你在最低位置入 就是好像刚才的例子 你最低位置入然后很快就放了 其实还是差了多 还是你在转世的时候买 然后一个大征势的时候一直坐着才赚得多 如果大家回想可能看到 譬如2020年3月疫情刚刚来的时候 大跌也会是这样的情况 不是要赚得最多的 不是在最低位置买 接着可能很快就放了 如果你最低位置买 一直在最高的仙方 那就很厉害了 我也想学一下 是的 但是我的做法会是出现转世是慢慢加 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值得留意的 但是这个位置我就觉得可以 可以等下 为什么呢 破位是破了的 破位是转世的讯号力的了 大约70元 现在都站了上去的 大约69.5毫 如果收69.5毫是正式突破的 上天正式突破了 今天都还算站稳 略嫌又是超买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等它 这几下拉升得很厉害 都会有些获利盘的 正如刚才那样 大家会问 因为有很多短线的获利盘会出现 所以这里等它超买急升之后 回套回来才可以部署 我觉得现在是 这一类型 过去很多时候 刚掉下来的时候 很多腾讯、药明 都会经常遇到 就会问好不好买的了 因为大家会有一个定谋效应 看到很短线 但是反而当时就会说 不买就没了 不买反向就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现在不是这个情况 但是现在短线回套 你可以等一等 就未必是这一刻进入 你等下一个回套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就是每一个部署 都要想定一个防修位 我觉得有清晰的部署 是比起你单一次 我中还是不中 这样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这是长远的一个赚钱的方法 大家都是可以去 参考这些 就是 究竟你过去用的方法 你过去的回报如何呢 就是整个累计的回报 不是说一次 因为如果你要说一次回报 你可能买了一只牛正 这样做一只牛正是爆升 那你是一个稳定的回报 这样去做 就是要想到 万一我买完之后 不对路的防修位 所以每一次你的租座 都应该是想到一个防修位 如果现在若明来说 防修位是47.8 那又是流严有点远的了 所以如果他真的等一个回吐 那如无意外 应该是要拉下来 才再启动的时候 才可以入场 那你假设是60元 下次跌到60元 就再启动的 那你知道60元有支持 之后就用60元做防修位 这样才再看上去 就会变成了 嗯